党妹五问 党妹是谁 她是B站知名的时尚美妆视频博主 也是B站2018到2020连续三年的百搭 时尚美妆博主 她具体走着什么路线啊 她是汉服 JK制服 和洛丽塔洋装领域最顶流网红 她的视频都拍些什么内容啊 这么受逼家网友欢迎的吗 她的视频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穿汉服 JK制服 和洛丽塔洋装唱歌跳舞 把Vlog拍出了大片极致感 被网友称为国际巨星潘唐颖 潘唐颖就是她的本名 第二类就是讲透口秀 讲生活和工作中的见闻 用的也是故事手法 被粉丝戏称为最后化妆的相声演员 她这样的博主靠什么赚钱啊 接广告啊 接汉服 JK制服 和洛丽塔洋装的产品和品牌广告 这破产三姐妹是这几年国内最火的服装品牌 作为这个领域的顶流网红 她现在一条广告的价格是85万 好像看到现在很多官媒在说她 还上热搜了 因为什么事啊 她发布了一条穿日式罗莉塔裙 在旅顺博物馆前跳舞的视频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谴责 又引发了新华网 中央政法委等众多官媒报道 破产三姐妹还有哪些比较知名的网红 这个领域的小网红有很多 灵气较大的除了党妹 还有经常出演周星驰电影的女演员 徐娇 下个视频讲谁 一条舞log就收获百万粉丝 被网友赋予了央视收视秘密 天选之女 央视最美记者 国民初恋 众多在美称好的央视主持人 王冰冰 有兴趣可以点播关注 等我更新 关注我 看网红学创业